这不是在台湾 这是在香港东南亚地区 不是在台湾 台湾是一个合法的组织 因为台湾的鸿门是跟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 都在党政军里面 所以都是有职业的 但是香港东南亚的鸿门 是因为太平英国时期 他们逃到东南亚地区 他们是无业的 所以他们很多轮流为道德 变成黑社会 所以现在港澳地区的鸿门 在英国的政府都是当作黑社会 目前还是依然如此 所以到那边 香港很容易被打劫 对不对 在东南亚 但一定要记住我刚刚这个 各位还是问题 你面对的时候要比手势吗 当然有手势 当然有手势 在香港要打三个会的手势 在东南亚要打天地会的手势 这个要私下秘传 各位想还有问题吗 请讲 什么意思是吧 那个是满天下的意思 鸿门兄弟是 因为鸿门有个特色 各位注意一下 鸿门兄弟呢 全部都姓鸿 所以鸿门满天下 鸿门只要一走到外面 都会问你 信什么都姓鸿 鸿门兄弟都姓鸿 各位要记得这件事情 鸿就是汉 我们都是汉人嘛 所以鸿门都姓鸿 明白吗 来 各位还有问题吗 还有啊 等一下 中华鸿门现在变成 现在中华鸿门变成国际总会 那它国际总会涵盖一些什么意义 不是 你的问题不对 不是中华鸿门变成国际总会 现在国际鸿门总会是在美国注册的 这2001年它是世界性的组织 目前我就是担任这个组织的世界性的主席 台湾叫做国际鸿门中华鸿门总会 这个国际鸿门总会呢 是以人道关怀跟社会服务作为它的宗旨 那它全世界都有鸿门的分支会 这是一个国际性 就像赤子会福伦社 鸿记会青商会一样 所以鸿门已经现代化了 已经现代化了 还有问题吗 那有问题 好 请讲 鸿门的主持这么大可是好像他没有公开的戏 他会有主持像我们从讲到大家都没有被拉过 只有被拉过路长没有被拉过苏鸿门国 没有 鸿门不是用拉的 鸿门又不是传销的 鸿门是这样子 鸿门是因为虽然我们鸿门是在民国92 93年1月11号在内政部注册 鸿门这两个是前进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公开的举行仪式来草州会员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你可以上网 你可以拿我的名片上网 我们也接受网上线上报名 可以上我们的网 你要拿我的名片就可以 至少要记得大哥是谁 各位还有问题吗 好 没有问题了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如果要入会的等一下等一点 直接交给我们主席好不好 那再来呢 接着我们后面 那最后这个节目呢 我们是神庙领导